如果您按下 HP 打印机上的电源按钮, 但打印机未启动, 您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步骤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重置电源模块,然后将打印机电源线 重新连接至正常工作的墙上插座。 从打印机上拔下电源线。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从电源上拔下。 如果您的打印机有外接电源, 则还要断开电源线与电源模块的连接。 等待30秒钟,然后将电源线重新连接到模块上。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重新连接至打印机的背面, 然后将电源线直接插入正常工作的墙上插座。 一个电源插线板或浪涌保护器 可能无法为您的打印机提供足够的功率。 按电源按钮,如果打印机未启动, 请检查电源兼容性。 您的打印机需要特定的功率才能正常运行。 要避免电源问题, 请使用打印机随附的电源模块和电源线。 对于使用外接电源模块的打印机, 电源的电压和电流强度规格必须与打印机的规格相匹配。 找到印在电源模块上的信息, 然后检查在打印机背面列出的规格。 将电源线连接器和打印机输入端口的颜色和形状进行比较。 如果二者不匹配, 请找到正确的电源线和电源模块。 稍稍用力,将电源线重新连接到打印机上。 按电源按钮。 如果打印机仍未启动, 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如果电源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则可能需要从HP部件商店获取替换键。 转至parts.hp.com, 并输入在电源模块上找到的部件、产品或序列号。 如果没有可用替换键, 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送修打印机。 请联系HP 了解服务和保修选项。